好仔细看看你是不是有买到这种纸鞋了 那么中间记者呢也实地测试一下 到底真的很不耐用吗 发现了下雨天在积水区走没多久 鞋子就变成湿纸团 脚枕的往前一戳就破一个洞 鞋顶呢更是轻轻一拉就整个撕开来 不只是无法保护脚 医生说这穿久了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 但不只是夜市 年轻人喜欢逛的新绝江 也到处都是这种廉价的纸鞋 下雨天牵伞那些脚难免还是会淋到雨 如果用来保护脚的鞋子是用纸做的 遇到水整个会变成脆弱的湿纸团 轻轻一碰就会破掉根本不具保护力 纸鞋泡在水里立刻变成湿透的纸团 脚趾往前一搓就会破洞 鞋底更扯轻轻一撕鞋底整个破掉 拉开一看鞋底是一张张薄薄的纸堆叠而成 这样就撕就破掉啊 不只夜市卖纸鞋 年轻人爱逛的高雄新绝江也有便宜纸鞋 时尚的闪亮拖鞋才刚要撕掉鞋子上的标架 竟然就破了 纸鞋露线 另一双仿舌皮娃娃鞋 剪开一看鞋底也是纸做的 如果不是那个纸板的话 它就是不会这么的硬 不会那么的挺 那有一些是底会有一点纸板 然后再加一个鞋垫 业者不会言 确实很多便宜的鞋子都是用纸打底板 但医师提醒小心穿了会得失诊 本身如果你有相钢脚的问题 那就会更加的恶化 然后第二个这种纸浆的东西 它比较容易藏污纳垢 所以可能会吸附一些脏的东西 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皮肤的过敏 医师说纸鞋几乎无法排水 湿透干掉后还可能藏污纳垢 爱美女士买便宜鞋子要小心 别穿廉价鞋穿出皮肤病 中天新闻季节恒包经营高雄报道